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觉得应该什么样的钥匙对的吗 首先你这个观点就不对 他不要车不要防你就觉得不正常 他要车要防又觉得他太贪 他不要就不要呗 为啥要要人家不需要呗 你这个观点有问题 这不代表他不正常人家就是不要 为啥要要呢告诉你 人家又不开车为啥要买个车 人家有住的地方为啥要买个房 然后你说买这个是为你交男朋友 人家现在没遇到好的喜欢的 为啥一定要交个男朋友呢 我觉得很正常啊 是吧 只能说人家知道自己要啥 大部分人不知道自己要啥 你真的需要车吗 你真的要那个房子吗 你住了吗 很多人不是把门锁着房子住在哪 自己满世界拥有啊 是吧 他知道自己要啥 而且一个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 每天活在什么状态 然后知道自己就是只需要 需要什么就去买什么 不需要的不会去买 我觉得这个是个 这个说明这个人很成熟啊 胆着啥要啥的都是小孩子 还看见泡泡他来要 看见气球了 把泡泡他一扔又买气球 看见气球 看见风筝了 把气球扔了又买风筝 是吧 不就这样的吗 都是小孩子状态吗 人家比你成熟 是吧 我想让他学佛 他也不需要 是吧 人家觉得 你想让他学佛 谁知道人家爱和与道 是吧 昨天他可能突然听了 佛的某个知见 他就开悟了 是吧 他学佛也不是你 从你这个角度学的 你看他无欲无求的 已经很像了 已经接近修行了 是吧 你有欲有求 还得修得无欲无求 人家直接无欲无求了 你又觉得 要让他学佛 学得有欲有求吗 是吧 你到底让他学啥 是吧 你学佛 是吧 无欲无求 不是说欲求是个坏事 是欲求 我们的欲求 很多是自己不需要的 变成了贪婪 知道吗 是吧 而且恐惧时期 因为我们是恐惧的 因为人 人有时候不是你说 是独爱这些东西 是你恐惧 你比如很多人 贪婪很多东西 他其实是内心是 自卑跟恐惧的 他觉得失去这些东西 就没有人爱自己了 比如说他要穿得很漂亮 很漂亮 打扮得很漂亮 他是没有那些化妆品 没有那个 我是举例啊 所以有些人 没有名牌 没有什么 他就觉得别人瞧不起自己 他多喜欢 他也不喜欢 还有他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个房子住 存款不够的话 他老了怎么办 他恐惧啊 万一病了 老了怎么办啊 是吧 恐惧啊 人家长大的就不恐惧啊 老了 老了只有老了的办法 是吧 人家不怕 是吧 所以人家不恐惧 所以人家就不用提前 要准备很多东西啊 人家准备好智慧就行了 人家准备好智慧 面对那个时候就行了 我们准备了一堆东西 准备了还准备了别墅 准备了什么 最后 老死的时候不在哪里 别墅 你不知道他死在哪里了 真的有时候 很多人准备了 我要怎么怎么 我要怎么 最后不知道在哪里 也不是嘛 如果不是 他不是不自信 或者是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激情吧 稍稍有点夜市吧 他不是不自信 他太自信了 太成熟了 人孩子比较成熟 他很清晰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无常的东西 而且他不太贪婪这个世界 就是他没有激情 他不愿意去 他有点 稍稍有点夜市 这倒是真的 夜市 但是呢 他认命了 就是这样 反正夜市我也要活着 他还不是那种夜市奉亲 夜市的 我死了 算了 他不会这样 他会活着 他会好好的活着 很本分的 爱不知己 他也没有什么机器 也没有野心 没有报复 反正我就活着 每天健健康康的 我做个好公民 我也不伤害别人 别人你也别伤害我 他就这样活着 淡淡的 一个人活着 挺独立的一个人 稍稍有些夜市 就是 这个有我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有我的时候 他还是有情欲的 知道吧 一个人的情欲 就是我们是来自于情欲的嘛 你从头到脚就叫情 知道吧 从头到脚就是一个细胞 这个裂变里边带着情欲的信息 因为我们来自于情欲的胎生嘛 胎生来自于情欲 是吧 如果你的情欲这一块不是很幸福的话 你会觉得你这个从头到脚不是那么开心 有时候体液也少 是吧 但情欲这块 对你的孩子来说 他觉得情欲这块太无常了 因为你可能单亲或者是什么 他觉得情欲很无常 而且情欲总是带着伤害的 知道吧 所以他早早的就把它屏蔽了 他就不愿意踏入 就是他觉得他不愿意踏入的时候 是他对他失望 对这个情欲失望 但这也恰恰的说明 他对情欲是有期望的 有期望才失望 就是他的内心是有美丽的东西的 他觉得那个不可能遇到 所以他就这样了 目前这时候 他就要遇不到那种圆满的美满的爱的时候 爱情的时候 都何必涉足啊 那进去就伤害 何必去啊 他就是很理智啊 这种人 他很理智的觉得 既然台情所谓 既然这婚姻能带着痛苦 我为什么要去做 是吧 但很多人说痛苦就痛苦吧 痛苦完 反正好了伤疤忘了痛 我还会来过 是吧 我不怕 这是小孩子嘛 成人都是 看别人你都知道了 你还用自己搞吗 是吧 你看我妈痛苦 我朋友闺蜜痛苦 身边的亲人 每一个在婚姻的爱情里 获得过永恒的亲密 我为啥要亲自去尝一尝呢 他就坐在那不动了 这是很成熟很理智的人 才会这样的 是不是 但是这样就 他还正是需要 释迦牟尼的智慧 你告诉他 你不需要学佛 但是你要了解一下 释迦牟尼佛的爱情是咋圆满的 是吧 在这个世界 爱情是圆满 所有间你会圆满啊 圆满的时候就是 你会知道里边无人 你的爱情是在那的很圆满 但是里边你不是爱谁 你没爱上任何人 但是照样很圆满 然后呢也不是孤独的 也不是一个人 这边无我 那边是圆满的 就是说既无我 也无爱上任何人 但是你的 你的 就是说你的觉受还未空吗 你还有欲吗 那那情欲是圆满的 这个从哪个开始练呢 就是说 这个就是需要学 就是大家要想 证得这个无我 然后你的爱情能圆满 不爱上任何人 任何东西都能圆满呢 就是 呃 搜射六根 就是说你的六根啊 因为现在你 你这个身体不圆满 就因为你的六根妄动啊 乱动 六根 乱动 就是六根妄动啊 看见啥啦 听见啥啦 不断的路过跟着那些 看见听见的乱转 是吧 六根 把六根停下来妄动 然后你就能凝神啊 净气 因为六根妄动 你是凝不住神的 知道吧 你定不住 平时我们说 气定神邪嘛 你先把神斜下来 气就定了嘛 所以邪神 这个神怎么斜下来的 就是六根不要乱动 知道吧 一二笔神是 看见啥啦 管他哪里 今天不看了 是吧 看着就当没看见 是吧 听见了就当没听见 尝到了就当没尝到啊 嗅到了就当没嗅到 体验到了就当没体验 因为你还有记忆嘛 是过去经历过了 就当没经历过 就当是做了个梦 好 六根不妄动 停在这儿 停在这儿 这就是神就斜下来 神一斜 你坐在这儿 就能凝神 一六根不妄动 叫凝神 凝神气就定了 静气了 凝神静气 这个时候你的气脉 身心就开始转化啊 通过这个就能入三摩地 知道他入定啊 入了定 然后你就能转化 你的爱情就可以圆满啊 因为气脉没转化完了 才有爱情嘛 是吧 气脉转化完了叫大慈大悲啊 或者是你能从另一个维度 另一个境界体验到慈悲啊 或者是暂时的望 我也能体验到慈悲的境界啊 慈悲里边已经无忍了 跟空性合一了啊 但是有情欲的时候 就说你还有我的时候 你是有情欲的 你的情里边带着我去 就是所知障嘛 你是对情是有定义的 你期间已经定义了 情是什么 爱是什么 情欲是什么 这就是障碍 就是这叫所知障 就是说 你还没开始看情说爱的 对情爱 已经有了定义了嘛 因为看电影看的 你妈告诉你的 啊 老师告诉你的 或者是你认为的 等等啊 这些所制造 都在影响你未来的爱情啊 生活 所以你不圆满啊 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状态 那些六个不妄动 凝神静气 然后让自己凝神静气 气脉转化 然后入定啊 这个状态持续的很久 持续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持续到三个小时 你今天啥事也没了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有三个小时 能够凝神静气的话 你今天所有的问题 都会解决 因为没有事儿 所有的事儿 都来自于你妄动妄想 知道吧 妄想然后妄求答案 妄动妄想欲望啊 就满足不了你觉得痛苦烦恼 所以大家需要修炼啊 这个刚才我说的就是 入定的方法啊 修炼 就是光理论这样子的说没有 给你个答案也没有啊 我说她是离奇 她是一个修行人 她不是个修行人 我说她是对的错的 有啥意义呢 是吧 她需要知道 就是说 不是说她离奇去 她需要知道情欲的 情欲是个梦境 但是情欲 情欲是个梦 但是你必须知道 为什么她是个梦境呢 是吧 为什么你如此的痛苦 你就是个梦 但你这个梦是怎么形成的 是吧 无我到底是个什么境界 是吧 不是在头脑里说 我无我了 你就无我了 那是在有我的基础上 加了个无我的 两个字的概念 是吧 你又背了一层概念 知道吧 没有功夫 大家坐在这 永远我告诉你 永远大家是一堆问题 解决 不是 今天我今天有这个问题解决 明天有那个问题 今天这个功 这个就是说 身体这个病解决了 明天又得另一个病 你永远就是在情欲这一块 永远在乱动 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放下情欲 你放不下的啊 因为情欲如梦 你怎么放呢 是吧 情欲是个梦 美梦知道吧 你放不下 所以你需要关闭六根 关闭六根 就是六根不忘动 这叫关了啊 你看看你的六根是怎么忘动的 乱动乱动乱动 跟着 见门觉知跑 跟着记忆里边的东西跑啊 是不是 听见啥呢 我看过啥 我看过电视连续球 我知道爱情是什么啊等等 你心动 心就是意 意念嘛 意念也是跟着六根来的 你没看过意念也不乱动是吧 你有记忆嘛 六根不动 六根一步忘动 然后你坐在那身心不动 就开始凝神静气啊 开始进入定态啊 慢慢进 这样很多问题就能解决啊 就这样子开始修 这叫修啊 修禅定了啊 修啊 大家有时候坐在坐点上修啊 或者坐在凳子上 比如说 有时候你们来到场 有时候老师没有过来嘛 有时候 这不有凳子嘛 是吧 习惯比如说等人啊 或者在公交车等汽车啊 不要老看手机 看微信啊 或者在哪 不管你站着坐着 有时候十分钟凝神 十分钟凝神 大概在 在大街上 有时候也挺危险的啊 还有一只小偷偷东西啊 所以 但是如果你坐在道场 比如说这些很很安静 有些地方不是很安全吗 你坐在那儿 十分钟五分就这么训练 训练 它不是说有时候 我们为了成佛才这样子啊 凝神静气气 气定神邪啊 这是一个 就是经常你这样训练 你的生命里别很多 就没有很少事情的 你不会很烦啊 就是乔心嘛 乔神乔心 没有那么累啊 就是有时候在车上都可以啊 就是从小偷偷的感觉 来个人 你尽管一下 如果一些快速度 你都在决定 是要是不出来小偷偷的 网友 赢 簡却 你 全 你 好 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